恆春民謠音樂劇場 半島風聲 相伴放 首次到臺北花博舞蝶館免費公演 要讓民眾透過劇場的形勢 感受恆春民謠的美 同時 屏東縣政府也要藉由這次的演出 邀請民眾在十一月初到恆春 來參加第三屆的半島歌謠記的一系列活動 彈月琴 超民謠 三位不同世代的女子 以台語 民謠 四句連交替唱出屬於 恆春女性的生命故事 當中這位今年88歲的陳茵阿嬤 一唱就是七十年 早就被文化不認定為人間古堡 為了讓恆春民謠更貼近民眾 台南人劇團與斜港青年創作體 製作了半島風聲 香伴鳳 音樂劇場 十月二十四號晚間 更將首度北上在台北花博蝴蝶館公演 屏東縣政府也邀請民眾到恆春 體驗第三屆半島歌謠記 十一月的四號到八號左右 就一起到 大家一起到恆春 然後聽我們每一個恆春民眾 都能夠朗朗上口的恆春民謠 民眾可以到恆春 感受具有島國生命力的歌聲 華視新聞城市 黃瑞麟 張兆元 台北